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 谈到日本漫画我还问过一个问题 我问过很多人一个问题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 卡东长片 日本漫画长片 一定很多人喜欢 就是宫崎俊的千语千许 然后我问过很多人 什么主题 千语千许的主题很简 就是去父母化 一个十岁的女孩 她最想 或者这个年龄的孩子们 他们就想去父母化 而且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父母存在像猪 这个比喻太正确了 不能说像狼太过分 不能说像熊太过分 对于亚洲人来讲 像猪很 因为猪很可爱 而且那个父母的 那个变成猪的原因 是因为太好吃了 然后他们就变成猪了 然后 小女孩就获得独立感 对不对 她终于走向社会了 但是 没有父母的庇护 没有家庭的观照 这么样一个 幼稚的年龄走向社会 就一定会碰到困难 一定会受苦受呢 受什么苦呢 就被骗了 出现个腰脖 对不对 对 而腰脖控制她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剥夺她的记忆 就是把她的名字改了 对不对 千语千询 把她的名字改了 她忘了自己的什么 原来的名字了 她忘了原来的名字 等于是她忘了父母了 父母是不能缺少的 她忘了父母了 这个时候她产生一个想法 要回家 但是回不了家 因为她不知道父母是谁了 她名字可以改了 所以名字很重要 当然这个时候她碰到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力量无比 唯独没脸 什么意思呢 没脸 什么本事都没用 一个人醉造的是一张脸 没脸 无脸 英雄等于没用 所以她也非常痛苦 所以一个要学会自己的名字 等于是学会自己的父母 回到自己的家 一个要学会这张脸 不要本事 当他们结合在一起 战胜了要补 最后女孩回到重新 找回自己的名字 回到父母身边 对不对 那个英雄的本事也消失了 但是她有了一张脸 她也愉快地走了 最后的结尾 小女孩回到父母身边 父母醒了 从猪变成人了 当然小女孩回家了 都很高兴 唯一差别是什么 小女孩有了一段独特的经历 这个经历父母不知道 也就是说 她的潜在这就是 我长大了 你们不知道 这句话对十岁左右的青少年 太有魅力了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秘密 你要知道一个人成熟 的重要标志是 我有了一个大人不知道的秘密 我开始成为一个大人 我这个秘密是不能跟父母分享的 但父母不知道 为什么千语千询如此封闭 就是屈父母化 而屈父母化符合千百万 十来岁的少男少女的潜在的欲望 因为他们要脱离他们的控制 当然这跟每一个人的家庭状况有关系 有的家庭状况很宽松 像小龙你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家庭 你可能感受就不会强烈 但有的人生活在一个很严峻的环境里面 他就很强烈 这里面涉及到儿童心理 所以实际上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日本动漫日本卡通 龚崎骏 他们真的是有他们的成功的原因 日本人我发现一直贴着世俗生活的世俗心态的深度 而把伦理和善良放到后面去表达 他们有一个表面的训诫 我们看米老鼠和汤老鸭 他们还是有一种不要骗人 虽然很愚蠢 不但受冲 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把老鼠和猫的角色颠倒过来了 对不对 这个 唐老鸭非常聪明 这个猫就到处碰屁 他们整天讲两个角色的交换 是不是 这个交换当中就会提醒孩子 你也许表面上看来你好像是个弱者 他其实你是强者 不要记忆为师 他总是包含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所以家长给小孩看的都是迪士尼 当然迪士尼也画得很好也很吸引小孩 可能迪士尼还是给成人看的 对 成人一直要把自己的概念给小孩 成人有一种天生的感觉 因为也有批判说到不单只是迪士尼了 整个好莱坞的主流的电影业也是这种poker movie 它都是以一种低字化的这种方向去走的 就不要太复杂的 道德训绩 还是有这个主题 不要太复杂的故事情节 然后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往一个单一的目标去 然后有一个深刻的一个结局 对 对 而且这个模式作为故事模式 刚刚所说的唐暖鸭和理疗所的颠倒角色 和一个似乎天生是个弱者 但其实他充满智慧 表面是强者却一带的受碰鼻等等 他其实就是白雪公主 对 白雪公主 他讲究的一个故事 灰姑娘的故事 这系列非常多的小孩 但是亚洲是另外一种 我认为宫崎俊千语千询 非常精彩的提供了一个当代版本 其实 在早期 日本服饰会都已经在提供下代版本 而且他 真的这个创作没有断过 不过今天成为一个国际上的一个 响亮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奈良美智子 他怎么就靠一个女孩的形象 他是个男生 他跟女孩形象就能够获得这样的位置 更奇特的是春上龙 当然春上龙有很明确的商业炒作的目标 也很成功 但是你要知道春上龙的目标 如果说他的目标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我们只能说二战以后的世界的和平 很长久了以后 新一代人的状况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记住春上龙提倡什么 第一个叫什么 超平 超扁平 2 dimension 对不对 因为平面和山度深度 这是在美术史上是一个重要话题 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现代艺术 比如说美国的当代艺术 我们知道一个著名批评叫做格林伯格 对不对 格林伯格讲的就是 现代主义的艺术在于平面性 但是春上龙提出一个超平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随着超平面之后 春上龙还提出另外一个口号 叫幼稚力宣言 他先搞了一个超平面宣言 一下子平面勾线漂亮颜色 就像你的同学邓宇的话一样 平面是吧非常明确 但同时他又提出另外一个口号 幼稚力宣言 我们就像幼稚 我们拥抱幼稚 我们拒绝长大 我们在现代刚刚那个 宫崎骏的春意前逊 对同一个脉络 他其实是同一个脉络 但是他如此深入人心 我觉得 这跟我们整个环境有关系 我是个生态主义者 我这生态主义者不是指自然 我的意思就是说 生存状态和彼此的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现在也变成一个全世界的潮流了 就好像最近的瑞典的女孩 对 以一个孩子的角度去发出声音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看到孩子 或者是每一个人 你原来的期望是什么 但为什么现在实现不了 其实可能在春上龙的话里面 其实也表达了这个 这么都是什么太阳花 大脸 都是本身是很天真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会被搞成这样子 被搞成很商业化 会搞成很 商家有眼光 他们意识到这是个潮流 一定会红 就像环保女孩一样 他在环保大会上讲话 我觉得他用事很厉害 你们竟敢 是吧 这样也很有名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些材料 他也被媒体有意的在抬了 要把一个少年英雄抬起来 让我们想起法国著名的圣女贞德 是吧 少女贞德的故事我也觉得不可理解 一个文盲 而且在那个时代 对于女性是根本就是不算人 他就能够跑去找查理世世 说受上帝启示 他要帮助法国打败英国 到英国正在占上风 对不对 奥罗娘被围 查理世世在顽强的为法国人在奋斗 像他们都是一个家族 其实当时的英格兰皇族和法国皇族 都已经混得乱七八糟了 其实都是一个家族 我看了历史我才知道的 但是这个真的故事 我觉得又到今天历史学家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查理七世问他两个问题 他又回答以后 查理七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他果然受到神的启示 因为一个文盲是不可能叫回答问题 然后就给他带兵了 他就成功了嘛 英雄争赶跑了 而且查理到奥尔良 这个城里面去加冕 他主持 这在法国成了著名的一个细节 一个文盲 贞德为查理七世的加冕主持仪式 教皇给他加冕了 但他后来给诺曼底人出卖 把他送给英国人 把他上了火行价把他烧死 后来又在法国的努力下 教皇亲自平反了 他成了圣灵 今天成了法国的英雄 这个故事也让我很好奇 今天这个瑞典少女也是 是吧 当然背后 我认为他后面的聪明跟媒体是有关系的 但是也说明这个世界潮流的变化 远远超出那些政治家 政客们 所谓的思想家的掌控 他可能有一个我们所根本不能控制的潜在的潮流 这个潜在潮流也说明 为什么超扁平主义能够成功 为什么幼稚力宣言能够被接受 我们就叫幼稚 我们就是要幼稚 我们讨厌深渴 而且当你看惯了那种古典的西方油画 深度油画 神圣主题 神话主题 历史主题 宗教主题 你再回去看这些 好像你也觉得 其实人幼稚一下挺好的 扁平一下挺好的 好像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 连我都觉得不可抗拒 我也理解 为什么现在人喜欢这种 勾线平土 颜色参与 我们所以为的那种所谓 往事的有深度的 古典主义的油画 现在一般年轻喜欢不喜欢 潮流在积聚标 所以他们是个脉络 这个脉络很有意思 其实日本没断 我们中国一百年的历史 导致我们整天在中断我们的传统 外边的东西进来影响我们 所以年轻人九千代卡通进来 我们深深受到日本卡通的影响 后来受到韩国的流行文化影响 我们有哈日族有哈韩族 的确 的确 是吧 就是这样 这个幼智底宣言很能说明问题 他应该成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现象 虽然村上龙操作的很好 他也有专门的关于他的操作的自己的住宿 对不对 商业操作他顺势而为的 不顺势而为的操作 这不成功的 越成功的商业操作 就越证明这个操作的主题 是有社会性的 这也说明为什么奈奈美之子就靠一个女孩形象 一直到今天还怎么用 他根本不需要画那么多东西 而我们认为一个艺术家要丰富 要有多种创造 是吧 民国时候很有名的漫画家封世凯 他的画多么丰满 现在很多人学他 都学得没他好啊 但是中国还有哪一个 靠一个形象 来一直获得 大名呢 方立军的笑脸 可能有有点像 笑脸也不能围棋了 中国人才看了这个笑脸就烦了 像中国人不喜欢笑脸了 我看笑脸都看烦了 我还不如看奈奈美之子 那个愤怒的女孩眼睛 那你又不能把它解释为这个卡东西 对不对 不能把它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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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笔小生完全相比 大笔小生可能受到他影响 所以这里边的文化非常值得证实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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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